1979年的一天 江苏省高雄市神居山的一处彩石工地上 突然出现一个黑区区的地洞 面对未知的地洞 工人们迅速上报文物部门 勘探发现 这是一座西汉墓葬 墓中还发现了难得一见的高等级葬具 黄肠提凑 独特的损某结构 使每块木头紧密扣合 形成了一圈无比坚固的木墙 这是古代防盗系数极高的顶级葬具 并且这些木头全部由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墓室内还散落着大量玉片 一些玉片的四角还挂了金丝 经过推断 他们曾是金与玉衣 这种等级的墓葬 肯定是祝货王一级的 这些都无用之宜的 一般的贵族也享受不了 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的 那么 这位墓主人 会是谁呢 勘探范围不断扩大 考古队员不犯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果然新的线索出现了 至于它在东侧 大概50米左右的地方 就然后发现了二号墓 二号墓内同样有一件 由木头搭建的藏具 材质 形质 与一号墓中的黄肠体凑 极度相似 二号墓也是黄肠体凑的 也是同一个时代的 这个是跟一号墓是差不多的 无非就是规模上稍微小一点点 随着灌溉被缓缓打开 考古队员仔细地记录下每一个步骤 然而不祥的一幕出现了 木棺内部惨遭破坏 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二号墓依然没有逃脱被盗的命运 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清理速度必须加快 因此 考古队被分成了好几个小组 分别在不同区域同时推进 很快 二号墓外部有了新的发现 负责现场记录的考古队员 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木棺下的填土中 出现体型较大的木头 保存较好 有人为加工的痕迹 这个木方我们称它地龙 是南美乡的 用木方组成像架空一样 从南门一直到北门 无独有偶 一号墓也发现了同样的地龙 通过仔细清理比对 考古队员竟然在两座墓的地龙上 发现了一个关键信息 二号墓大概是六根 一号墓大概是五根 基数为男性 偶数为女性 两位墓主人一男一女 他们的关系似乎指向了唯一的答案 夫妻合葬 他夫妻合葬的形式他不一样 他是同营异训 所以分别的两个墓葬 都是紧靠在一起 而且离他很近 新的信息出现了 神居山上的两座汉墓 属于夫妻 考古队员根据地龙数量 判断出一号墓为男性 二号墓为女性 这对身份无比尊贵的夫妇是谁呢 为了尽快找到答案 二号墓里的考古队员 小心翼翼地清理着 此刻所有人都希望有奇迹发生 没有发现过程 奇迹没有发生 收敛尸骨的目观 几乎被盗绝一空 然而考古并不是挖宝 面对空空如也的目观 考古队员依旧需要 按照流程仔细清理 借助昏暗的光线 棺底的淤土珠 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器物 发现了很多芋片 有的芋片的脚上还有金丝穿在上面 规则的芋片 残留的金丝 这些小巧的器物 贺云敖太熟悉了 又是一件金丝玉衣 两座大墓相距不够五十米 却接连出土了两套 由金丝楠木搭建的珍贵藏具 以其两身由金丝玉片 连坠而成的金丝玉衣 如此奢华的下战规模 已经不是一般财富与身份 可以衡量的了 这种等级的墓葬 肯定是祝货王爷级的 这些是不用置疑的 一般的贵族也想出不了 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的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 有关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但通过查询资料 考古队员整理出了两条信息 线索一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 能够享用如此高等级入葬的人 本身就不多 线索二 当时的扬州远离都城长安 因此葬在这里的贵族 更是屈指可数 利用排除法 考古队员一步一步缩小范围 扬州有十二个祖侯 有名称不一样 比如最大的吴王 包括后来的江陆王 包括广陵王 后来还叫广陵侯呢 这个 但这就是哪一个呢 带着疑惑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考古队员手中的竹签 小心翼翼地探向泥土深处 陈峰的秘密正在松动 一件快壮的器物 渐渐显露出来 贺云敖一眼认出了这件随葬品 它的出现将终结长久以来的争论 平静的文字下 是激动到颤抖的手 今天在关的东边 离东堤臭壁110厘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块蜂蜜 能够证明这个东西是谁的 或者谁给谁的 所以它既然在这个墓藏里出来 一定是这个墓住人的 墓主人的身份触手可及 暗纳住激动的心情 考古队员手握竹签 一点点踢去泥土 风泥上也渐渐出现了 纵横交错的凹痕 文字出现了 广陵是扬州的古城 但司府出现在这里 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司官就是皇后的 皇后的这个宫里边的这种官员 就侍奉皇后的官员 西汉的都城在长安 而皇后司府的印章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刻上广陵的字样呢 那么按照西汉的这个 自同经思嘛 就广陵国的这个制度 就是王的这个制度 跟皇帝的这个 皇宫的制度应该一样的 结合之前信息 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 出现在众人面前 神居山上两座墓葬 埋葬的是封号为 广陵的诸侯王 和王后 然而 探寻刚刚有了眉目 但天色却已经暗了下来 发掘工作 不得不告一段落 身处野外 意想不到的困难 总是不期而至 经过了高强度的工作之后 每个人都很疲惫 早早地回去 但不成想 深夜就下起了暴雨 零食带着房子 有的地方都漏雨 这个用一个大脸盆 放在那边等雨 这就是田野发掘 困难会因为特殊的环境 而被不断放大 虽然远离家 远离城市 远离现代生活 但风雨 但风雨交加的夜色中 考古人依旧没有停止 追寻的抢路 通过查询史料发现 西汉分封的王后中 封号带有广灵的 共有六位 那么神居山上的墓主人 会是哪一位广灵王呢 雨过天晴 考古现场的发掘工作 依旧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正当大家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一筹握转时 一锤定音的证据出现了 这墓图上有62年八月 有这个字样 简单的几个字 记录一段再平常不过的年份 但恰恰是这个年份 为寻找墓主人 提供了新的坐标 因为汉内的诸佛王 是跟皇帝一样 有自己纪念的 所以我们就推测 这个墓主人的身份 是广灵王刘迅 以及他的王后 两个墓葬 史记三王世家记载 刘迅是汉武帝的 第四子 广灵国的第一任诸侯王 他在位64年 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的诸侯王 按照常理 广灵王刘虚 生前无比尊贵 死后自然尊享哀容 可是 在比对出土的随葬品时 一个反常的现象 却在考古队员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这个墓葬呢 随随便不多 他的墓葬的出土文物 跟他广灵王的身份 不太吻合 在位64年的广灵王刘虚 一生共经历了四位皇帝 分别是他的父亲 弟弟 侄子 以及他大哥的孙子 就是他的同辈人 这个做皇帝之后 他的晚辈又做了皇帝 所以他当时就一直 有这个机遇之心 老是想到长安去做皇帝 所以也有些不轨行为 主要采取一些迷信的做法 诅咒皇帝 公元前54年 因诅咒宣帝之事败露 刘虚自杀 封国废除 在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 这幅显阳殿宴会群臣图 描绘着刘虚生命中 最后的时光 画面中的刘虚 悲歌自饮 追悔不已 向子女与群臣 交代着后事 尚遇我后 今复之甚 我死还不当父 幸而得赞 国之 无后也 他自己很后悔 说皇帝对我非常的厚待 是我辜负了他 对不起他 我死了以后 你们就不要吓张了 把我迫失于外 如果能够有幸 允许我吓张的话 包纸 不要吓张 刘虚死后 皇帝感念宗族血脉 七年后 又将王位承袭给了他的长子 后来人们将领悟中的官国运进城中 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码放 建成了这座博物馆 更多的游客 才近距离感受到 这座两千多年前 亡灵的神秘 与不可思议 这座由大大小小的木条 拼凑成的巨大藏具 由内自外 共有五层 每一层都有不同用处 这个子宫呢 应该是整个官骨的中心位置 它的这个位置嘛 就是它的卧室 应该它休息的地方 中符 数字 内户 拆开每个字 我们都认识 但合在一起 却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些神秘的文字背后 隐藏着一些小房间 各有差别 西乡上面有文字 一般呢 都是有中府 这个是第一 第一间 就是中府 第一内户 第二间就是中府 第二内户 一次一直到中府 第五内户 因为它这个内部 它在内部嘛 所以它叫户 而且这个上面 对于户上 就是门上面的板子 这就户上板 你看这项都有文字 中府第五内户 位于目藏西乡第五间 考古队员早在这个空间 清理填土的时候 就有了发现 四十多年前的黑白影像中 能明显看到这一件器物 按捺住激度的心情 拿捏着刷子的力度 口言 场景 一件铜器 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 它的气形还是比较大 达到四十五公分 应该是比较一个 完整的铜壶 铜壶圈足原腹 而肩上有一道咸纹 为了方便端起 牧主人还特地 在两侧配有铜环 作为把手使用 一厘米 两厘米 土层慢慢下降 狭窄逼塞的空间里 终于有了转身的余地 很快 在距离铜壶不足五厘米的地方 又有一件铜器出现了 这一件铜器宽延 素面 但平平的底部 又专门加工出一个弧度 如此体量 已经超越了一般认知 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西乡出土的铜器都很奇怪 看上去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前 谁也没法给出定论 清理继续向下 或许答案就藏在最后一厘米的填土中 果然在不远处 第三件铜器出现了 这件铜器的造型也很奇怪 一只环形足 一只像蒜头的凸起 还有一个被拖起的盘子 三种不相干的部位 像是随机地组合在一起 这件三不相的铜器又是什么 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掉附着的泥土 终于五个字的出现 彻底解开了所有谜团 应该是上语 明 甲氏 上语也是古代的一个直观的称呼 这主要负责就是沐浴这方面事物的 明 甲氏 甲氏主要是一个变号 这个是器物的变号 上语两个字犹如一把钥匙 彻底解开了大家心中的疑惑 考古队员立刻意识到 圆盘中心的凸起一定与沐浴有关 应该是放蜡烛 蜡香 这是一支为牧主人沐浴时照明用的灯 顺着玉灯的思路 之前发现那两件器物的用途 瞬间迎刃而解 如果按照分工的话 应该是这一块可能铜盆更多的是放一些冷水 或者说洗头的时候把头发给吹到里边进行洗净 然后铜湖南里面你看还有两个双环耳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放热水 温水 很快 更多的洗浴用品被香气清理出土 木鸡 搓石 移 终于这间屋子的秘密被彻底揭开 它是一间浴室 是考古让我们有幸看到一套两千多年前完整的洗浴用具 作为牧主人 爱洗澡的广陵王刘虚或许不会想到 两千多年后 他的习惯已经成了这方百姓生活的日常 扬州老话 早上提包水 晚上水包皮 说的就是早上喝茶吃点心 晚上要去澡堂泡个澡才舒服 清理东乡的考古队员同样也有发现 这是一件双耳带盖三足铜顶 根据之前的经验 这个房间的用途极有可能与这一件文物相关 古腹 两侧对称的顶耳 微微外撇 会是什么呢 黄昏时分 一位准备收工的考古队员 在巧合下发现了文字 只是文字并不是在器物上 而是在东乡门上 东乡上的文字主要是石棺 主要是放一些饮食的一些隧藏品用具 很快 东乡就凑齐了一整套餐具 既有洗澡的 也有吃饭的 广陵王刘虚的墓葬 完全没有冰冷与死亡的气息 相反还有着另一番气息 黄昂常提凑 汉代的顶级葬剧 此前 人们几乎只是在史书中 见过它的影子 而如今 时间似乎在这里停止 就连内部的结构也如同下葬式一样 一个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对一个以墓代砖形成一种完整的一个墙的这种形式 它本身也会起到一个支撑墓葬的整体 以及一个保护的作用 作为防盗级别最高的藏区 黄昂提凑 在外国与中国之间 构建起了坚固的屏障 通过物理手段阻挡着一切外来之遥 在1982年的墓葬搬迁过程中 考古队员也真真切切地 见识到了它的威力 在这一段来自当年的视频中 考古队员手中的刀片仅有0.1毫米厚 但接连两次试验 却根本插不进木条拼接的缝隙 无法想象 严丝合缝的雷气 竟然完成了与久远的旱代 并且还在地下掩埋了两千多年 江苏省高流市神居山的山路 这里是汉广宁网刘须墓的园址 距离市区四十多千米 小山你好 听说你们今天是来探访神居山古墓的是吧 顾福源 江苏省高游高兴区实验初中都导市主任 也是1982年黄肠提凑搬迁项目的亲历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墓的这个摆面 当时墓的正门正可能是在南面 就是在那边 你看那边现在全是因为水挡起来了 我们无法过去 经过反复研讨 专家组一致认为 要保护这件黄肠体凑 就必须进行搬迁 但在当年 整体打包常见于一些体积较小的文物 而这一次却如此巨大 这一具重达500多吨的藏区 对于当时的中国考古人来说 史无前例 用起重机先把它卡住 用绳子把它捆起来 把它卡住 把它处于一种悬空的拉的这种方式 挂上瘦力的钢篮 伴随着驾驶员的操作 吊钩缓慢抬起 紧张的气氛随着钢索一点点风情 然而意外的是 木条竟然纹丝未度 堆垒的木条如同一整块木板 面对古老的木质藏区 现代机器竟然无计可施 面对阵营 考古队员明白 常规搬迁根本不可能 那么是停止搬迁回填掩埋 还是加大起调重量强硬分离 为了防止对文物产生二次破坏 搬迁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此时贺云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通过人力解拆 运抵最终位置后再进行安装 虽然整个过程将面临极大的艰辛 但为了这件难得的黄肠体凑 一切都值得 大伙力往一处时 木块之间被拉开了一条细缝 渐渐的缝隙越来越大 这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然后慢慢慢慢地把那个石毛给它拉开了 敲开了 才能把它搬走 还是一块一块地掉走的 1982年 尽管有重重困难 但历时一个月 考古队员还是将这座巨大的黄肠体凑 运回城中 并为它专门修建了博物馆 然而不负众骂 围绕这座地下宫殿 考古队员也有了新的理解 我们这个墓的最大的珍贵之处 就是它的墓葬本身 墓葬机构本身 所有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认知 发掘的过程 就是一个对原来的这样的一个 大型的这种帝王林墓的 这个建设的过程的一个 一个重新的认识 或许它以为顶级的藏区 精巧的损锚 再加上高超的墓工技艺 三重防盗足以提供绝对的安全了 然而它仍是失算了 两千多年来 不断有盗墓者来到这里 珍贵的随丧品被打劫一空 直到1979年被再次发现后 中国考古人靠着科学与严谨 古老的线索才被一点点拼凑 这其中就有零星散落的玉片 等待腐朽的木头 难以解读的文字 躺在典籍里的名字 重新被唤起 西汉广陵王刘须 于是我们看到了史料中的实物 看到绵延不断的文化 也看到了我们的历史 以最精彩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这就是考古的意义